最近很多老玩家反映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限定皮肤 竟然规定了是限定会和还要反场 是为了照顾新玩家不顾老玩家的感受 我们也知道王者荣耀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新玩家也在源源不断的进入 有些皮肤可能错过后新玩家没有办法买 所以对于一些限定皮肤反场 基本都是为了让新玩家也能买到 但这样一个做法 让很多老玩家感到不爽 因为自己买的限定皮肤比较稀有 如果多次反场的话 大家都拥有之后 直接把限定标签去掉不就好了 完全没有必要再挂限定两个字 比如说情人节限定皮肤 直接定位情人节活动皮肤不就好了 只是体现情人节的意义 然后谁想买随时就可以买 这样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也没有必要说是限定皮肤了 而且现在的限定皮肤确实非常廉价 李白的放球黄在17年推出之后 期间已经反场过两次 很多人都说 根本体现不到皮肤的稀有度 大家是怎么看待皮肤反场这个问题呢